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这个管理还是蛮好的蛮安全的 访客有访客的停车位 然后自己业主的车位是封闭在里面的 然后进来全部都是要锁的 所以这个小区就是你在散步呀什么 它都是在一个封闭的这样的环境里 不会有外面的人 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的住客 好 看一下房子 是一个一逼一逼的小户型 但是面积还可以800多尺 就是适合一个人住 或者是两个人也OK 但是如果再有孩子或者三个人是肯定住不下的 我觉得蛮适合在附近上班的人 作为一个自己独居的一个住宅 实话说这个房子 我觉得两个人住的话 储物空间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 一个人住的话是最合适 那通常独居的话 我的客户尤其是女孩子 一个人住的话 我的客户大部分最在乎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尤其是CLC的 有一些社区也不是特别安全 当然这个社区还OK 所以说门禁的这种封闭小区的话 其实在安全上是更有保障的 厨房这边是洗衣房 这个房子虽然小 但是无脏俱全的 什么都有 然后呢也是那种酒店室公寓室的管理 好这个进门来这个小厨房 然后就是客厅餐厅 好那这个房子 如果来个三五个朋友呀 招待一下在家里面 也是完全没问题啊 客厅餐厅还蛮大的 其实卧室面积也不错 你看这个卧室放双人床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然后这边两个衣帽间 我们上次看的那个房子 也是在同一个小区啊 我也拍过视频 但那个房子没有station啊 没有放家具 所以你看起来可能 跟这个感官上会比较有差距啊 那这个房子主卧是在 刚好在一个角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主卧的隐私还蛮好的啊 基本上你在这里 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你啊 这个主卧的在角落还蛮理想的 那他做了station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 他放进家具以后的样子啊 套内面积其实还OK 带个小阳台 基本上800多尺的 一壁一壁算是宽敞的啊 算是宽敞的 他并不是很局促的那种一壁 好开价是56.5万美金啊 你看这个就是小区的内部 他这个花园呀什么的 全部都是封闭在这里面的啊 所以不太有外人 安全性是蛮好的 然后这个社区周边 有一些学校呀 机场服务的这些公司啊 所以整体环境其实还OK啊 还是算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今天会过来看这个房子呢 也是刚好有一个客户 他的公司是在机场 CLC的机场的旁边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人单身啊 找一个这种小户型的自己 先就是不想租房了啊 解决一个租房的问题 所以如果您有类似需求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啊 那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是珊嫩 下期再见 2 3 4 4 5